在电视上或真实世界中 你看过科学家在实验室做实验吧 科学家为了更了解各种物质或现象 他们在实验室中帅气地拿着一些器材 放入各式各样的药品进行各种实验 实验室是进行实验和研究的场所 通常会摆放各种实验器材 和化学药品 因此在实验过程 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安全守则 像是不能奔跑和饮食等 使用化学药品前 要先看清楚标签上的说明 在实验室里 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安全守则 像是不能奔跑、饮食 使用化学药品前 要先看清楚标签上的说明 如果不小心将药品弄到身上 要赶快用大量清水清洗 并报告老师 做完实验后 要将器材清洗干净 放回原处 丢弃实验的废弃物之前 要先询问老师 按照规定处理 不可以随便丢到垃圾桶或倒在水槽 在做实验之前 我们需要先清点实验会用到的器材和药品 每个实验器材都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我们先来认识一些常用到的实验器材吧 我们通常会用天平来测量物体的质量 把物体放在左边的秤盘 砝砝放在右边 直到两边秤盘达到平衡 砝砝要用夹子来夹取 直接用手拿 可能让砝砝容易生锈 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做实验时 常常会用到水溶液 我们可以用量桶来量测液体的体积 读取量桶刻度时 要和页面的中央处等高 这样才能看到正确的数值 对了 量桶是用来测量的 不可以放在酒精灯上面加热 也不可以加入药品做实验哦 那么药品可以加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药品加在试管、烧杯或锥形瓶里 观察实验的反应 由于试管的管口很小 用量桶倒可能会不小心倒出来 这时候可以用滴管来滴取液体 使用滴管时 要用正确的手势拿取 不可以把滴管倒过来拿 这样药品可能会残留在滴管 影响实验的结果 也可能会损坏滴管 滴管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先轻轻地压橡皮头 把少量的液体吸取起来 再轻轻地压一次橡皮头 滴管中的液体就会被挤压到试管里 你有没有用过酒精灯呢? 酒精灯是实验室中很常见的加热器材 使用时要非常小心 如果使用方式不对的话 可能会被烧伤 甚至引发火灾 在点燃酒精灯之前 你需要检查酒精量是否足够 酒精量需维持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酒精量太少 可以用漏斗来补充酒精 不可以直接用整瓶的酒精倒入酒精灯 另外 我们需要给酒精灯一个宽广的空间 拿开酒精灯周围的杂物 避免酒精灯翻倒时引发火灾 并且准备湿抹布在旁边 如果不小心打翻燃烧中的酒精灯 怎么办呢? 别担心 你可以用湿抹布盖上去扑灭火焰 如果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就赶快跟老师说吧 啊 终于做好准备工作了 可以用酒精灯做实验咯 我们可以用打火机或火柴点燃酒精灯 千万不能用另外一个已经点燃的酒精灯来引燃 因为酒精灯倾斜时 里面的酒精可能会流出来 前面有提过 凉桶是测量用的 不能加热 我们常把药品加入试管 烧杯或锥形瓶做实验 这三种容器也可以加热 适合的加热方式不太一样 试管可以直接用酒精灯加热 我们可以用试管夹 夹在试管上方三分之一的部分 稍微倾斜试管 在酒精灯的上面加热 加热时要注意 试管口不可以对着自己或别人哦 烧杯和锥形瓶的底部面积比较大 直接用酒精灯加热的话 可能会受热不均匀而破裂 所以要放在有陶瓷纤维网的三角架上加热 酒精灯放在三角架底下 酒精灯使用完毕后 你可以把酒精灯的灯罩盖到火焰上 这样火焰就会熄灭 那可以像吹蜡烛一样用嘴巴吹熄吗 这样可能会把火焰吹到其他地方 如果火焰刚好落在可燃物上 可能会引发火灾 所以不能用嘴巴吹熄酒精灯哦 看到这里 你会不会觉得做实验很麻烦呢 遵守实验室的安全守则 是为了确保大家可以开心地来做实验 平安地离开实验室 实验器材有很多种 各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如果使用错误 可能会让实验结果不准确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或是发生无法处理的情况 一定要赶快报告老师哦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实验器材没介绍 要请你去找找看 这些实验器材有什么功能 要怎么使用呢 如果有找到其他的实验器材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和大家一起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